2020年即將要亮相的新品三顯示 現在爆料不斷流出 現在甚至還有說法是 它會被命名為三星S20 無論如何我們其都在關注它到時候能帶來什麼 或者說它相比上代S10系列有哪些改進 今天我們主要來了解一下三星芯片S11 在後置相機上的一些變化 具體我們來看一下最近的一些洩露 現在來自韓國媒體爆料稱 S11將會配備一個108本像素的鏡頭 並將成為三星手機裡第一款具備有5倍光學變焦的三星手機 同時三星公司於今年年初已經開始批量生產該傳感器 另外韓國媒體還報導 計劃於2020年衝擊推出下一代S11系列機型 它配備5倍光學變焦鏡頭 這些模塊都將由三星機店提供 三星機店於今年5月份開始批量生產 關於變焦鏡頭 光學變焦的意思是可以進行放大 而不會降低圖像質量 但是它的缺點是需要佔用更多的手機空間 使裝有該變焦功能的手機厚度增加 這也就是為什麼目前大多數高端手機都具有2倍光學變焦功能的原因 當然像華為Mate 30 Pro或者OPPO Reno 它們還有更多的300光學變焦 以及OPPO Reno還有一個10倍光學變焦的功能 在三星S11的鏡頭上它將出現5倍光學變焦 但它的機身厚度並不會增加 原因是攝像頭模塊內採用的是潛望型鏡頭 因此可以防止鏡頭傳感器被垂直突出增加手機厚度 實際上 三星開發的具有5倍光學變焦的傳感器厚度僅為5mm 還有線路圖像顯示 在三星S11身上 此次後置鏡頭模塊區域設計的很大 內包含有5顆後置鏡頭 具有5個傳感器鏡頭的三星S11 據說包括有主攝10800萬像素的鏡頭 加一個超廣角鏡頭,加一個5倍長久鏡頭 加一個虛化鏡頭和一顆TLF鏡頭 其中主攝10800萬像素的鏡頭 就是目前小米CC9 Pro上已經發布的那顆主鏡頭 它的傳感器是三星基點與小米共同開發的 在一國際電子設備上 三星展示了新的14nm F1T工藝製造 可用於生產1億4400萬像素的傳感器 這是三星的第二個關於超過1億像素的形容 這段時間我們已經見證了三星發布的 那顆10800像素傳感器鏡頭 它已經帶來了無比清晰的成像水平 而且未來它的發展還將是手機在攝影方面的一個突破口 關於此次1億4400萬像素傳感器 我們猜測這顆傳感器 三星會用在2020年發布的三星S11系列身上 現在高通865處理器已經可最大支持擁有2億像素的傳感器 到了2020年1億像素傳感器可能會成為主流趨勢 三星S11現在更多洩漏已經證實它有5顆後置鏡頭 1億0800像素主鏡頭會出現在三星S11身上 但關於這個1億4400萬像素傳感器鏡頭 似乎會出現在三星S11 Plus身上 現在還不好說 除此之外現在我們還發現三星最新申請的新專利描述了一個名為光譜1的裝置 可以實現發射多個光源 該裝置在專利中被指向智能手機 包括可見發射裝置、魂尾發射裝置 和一個探測電池波的探測器 以及一個數據處理器 用來從物體獲取光譜數據來進行處理 光譜1是一種能夠基於物體對光速的反應 來檢測其物體成分的傳感器 原理是基於魂尾光速的發射和反射能量波的分析 如果說智能手機一旦擁有了該功能 你就可以用手機朝著樹上的葉子 它會告訴你它屬於什麼樹 比如說葡萄樹、楊樹 或者你也可以對著桌子上的藥物膠囊進行分析 它會告訴你它是部落風 關於這種光譜1在2017年期間 傳統公司在CES展會中 就亮相了自己開發的概念手機 並且具有該功能 但在這之前我們並沒有看到類似任何 擁有光譜1功能的智能手機 最終根據三星這項專利 我們可以了解到 在未來的三星高端系列智能手機中 很可能將這項功能集成在其中 並且我們能利用它來掃描各種物體 並且分析它的成分 好了今天的內容就這麼多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